哈喽 很久沒有和大家分享美妝了 然後今天就突然的想和大家分享 開始 我剛才敷了個面膜 就如果皮膚你看沒有什麼毛病的話 都會用那種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功效的護膚品 那我先塗個潤泉膏 其實是唇膜 就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小粉瓶 不管是糟啊我都會加它 因為我的皮膚是特別容易紅的 因為我是用過著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然後發現什麼樣的護膚品才是最適合自己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多嘗試 雖然可能前期用久了會爛 但你不用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皮膚在什麼季節適合什麼樣的護膚品 大家會發現我用的都是舒緩鎮定修復類的 比較安全 就如果突然哪一天長痘痘的很嚴重 我才會用那種消痘啊 然後有痘印才會去用那種美白去痘的 其實很好 因為它會讓你的妝 就是這裡不會那麼容易有那種裂痕 就是塗遮瑕的時候 敬油 就皮膚比較乾淨的可以用 如果沒有工作 我早上我就是敷片面膜 然後什麼都不塗 早上也不洗臉 就是用清水洗臉 也不會用洗臉霜 我只有在卸妝的時候才會用洗臉霜 然後洗臉霜會用兩次 而且我覺得刮刷了之後 那個妝會很貼 要化妝前我都會推一下它 很多人說你這樣推會不會什麼皮膚下垂啊 還是會皮膚鬆死啊 不會啊 我覺得我到現在我的皮膚還挺緊實的 然後化妝的時候我就會 剝著劇 然後一邊聽 有時候會看柯南 有時候會看阿比小鮮 然後或者是最近有什麼很火的劇 面霜 因為我覺得這個 之前我有推薦過的 你看我都愛玩 我每次刮喔 都覺得我的皮膚巨嫩巨華 然後到防曬 Lipsat 我覺得它加東西真的還挺好用的 然後現在我跟大家開始各種案例 這是我這個是旅行裝 它其實大罐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我小寶貝 JOOJOO的牌子 我覺得它具好用 它的這個隔離乳 我的天啊 它的保護真的很誇張 這擠一點點 在T恤的地方 就我覺得塗了它化妝 皮膚很安全 就這樣簡單的塗 我會用雙層 我會先用這個 然後再用這個 它們兩個都是那種 就是有一點塗上去亞光 因為剛剛JOOJOO那個塗了 就是皮膚會有一點光澤感 然後這個是亞光的 就是它可以把你這些坑坑啊 毛孔啊 隱形毛孔 然後我去擠一點點 我去擠一點點 就是在這些地方 鼻頭 擠這個一點點 就也是在 皮膚上面疊加 整個皮膚毛孔 就是完全被硬性掉的 真的很好 我要開始上我的底妝 最近我發現 用這個刷子上的那個 感覺很好 這個是Dial的這個刷頭 我覺得它很好用 和大家說一個秘訣 就是在上妝前 先噴一下定妝噴霧 你的妝可以耐一整天 完全不脫妝 然後上完底妝再噴一次 然後上完定妝再噴一次 三層的定妝噴霧了之後 我基本上一天 我都不需要再補妝 不會掉妝 而且天氣特別的熱 它都不掉 就化妝老師們都覺得很扭 然後我也會在我的這個刷子上面 噴一分 粉底 噔噔噔噔 這個是旅行妝 就方便 革命 我超愛我跟你說 我現在它是我心目中 排名第一的粉底液 真的好用到爆表 兩個劇的所有化妝老師 還有我的藝人朋友 另外其他演員圈都被我安利了 他們都覺得為什麼我的妝那麼耐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那個方法 但它這個確實也很好 而且幾個月了 我每天上中十多個小時 我的皮膚都不會因為被粉底 而搞得皮膚不好 不會 嘿嘿 然後呢 再用它 來輕輕地把它 暈自然它 就是已經刷好了 其實它已經非常的自然 然後我再用 嘿嘿 在它上面也噴一點那個定妝噴霧 就是各種定妝 把多餘的那個粉底 給拍掉 就是拍自然它 就用它這個平的地方 這個底妝 就非常的自然 很服貼 然後現在遮瑕 我最愛的遮瑕 才需8塊錢 然後買了各種顏色 它是我用過最好用的 遮黑眼圈的遮瑕膏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它才18塊錢 18塊錢 18塊錢 魔物寶上面都買得到 就是我有買它家的 三個顏色都買了 它已經用的有點爛 就是遮黑眼圈嘛 嘿我會用這個細細的刷子 其實它裡面附帶刷子了 我覺得黑眼圈特別黑 特別嚴重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的刷子 然後先用這個黃色 然後橘色 就在這裡混一下的顏色 就你看我就只遮了這一塊 遮黑眼圈的精髓就是這一塊 偏綠一點點的 這個綠一點點的呢 我就會用來遮這個地方 就是鼻翼這一塊 它會帶一點點的綠 完美 這個遮瑕是不是具好用 而且它非常的滋潤 我的底妝基本上就已經上完了 然後呢 我就定妝 定妝噴霧了 定妝 這個超級無敵好用 我喜歡啞光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來蓋整臉 如果我想要有一點光澤感的話 我就會拿它來就是定黑眼圈就好 記得出出出出出 黑眼圈的地方會這樣把這個折一半 然後在黑眼圈的地方這樣子按壓 因為這樣的話它就不會出折子 剛才說我就會先用這個深色 然後在我這裡打一塊一個C 因為我這裡裙骨特別高 雙下巴的地方這樣擠出來 然後這樣塗 然後往雙下巴下面塗 塗完了之後 在我鼻翼這裡先用深色 在這兩塊 先打硬硬 然後再用淺色的這個 在這裡 塗一塗 你看 鼻子是不是變得特別立體 因為我是尖骨這裡比較高 所以你看我把這裡遮了 就感覺比較 線條比較流暢 還有雙下巴 加臥蠶的硬硬 你看我本來就臥蠶 然後我就在臥蠶裡再加深一點 用巧克力色的麵 然後再用小刷子 給它暈開一點 用這個中間的這個顏色 給它自然一點 我現在要開始 要畫那個眼影 眼影的話 我就用回我的老朋友 登登 Dior 因為我很喜歡Dior的這個顏色 就是它這個 Bling Bling的這個 現在先用這個 最淺的顏色打個底 然後再用我最喜歡的這個顏色 你看 它就是一點點的深深亮亮 我要塗在臥蠶的地方 再用這個顏色 可以用剛才的 手上多餘的遮瑕膏 在裡面這裡 還有它 棕色和深色的中間 可以加一點點這個香檳色 然後再加一點點這個紫色 紫粉色 在深色的前面 你看 然後這個深色 也可以拉長我們的眼尾 然後再用這個 帶點紅的這個 在這裡加深一點點 你看這個眼睛 所以感覺就大了 我以前畫好一邊的眉毛一下 畫另外一邊的眉毛 先用眉粉 跟著自己的毛 因為我不太喜歡修眉毛 然後再用眉筆 我喜歡用這樣的眉筆 好 打個腮紅 這個是有點偏 許綠紅色 直接打紅的 什麼都不用 然後來一點點 高光 自然的 我超難過的 我的眼線 睫毛膏膏膏 口紅 我都沒錄到 然後這邊已經貼了一半的睫毛 你看 就是非常的自然 口紅的話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是用這個001 把整個嘴唇塗滿 然後再稍微的輕輕的勾一下 就會有那種微笑唇的感覺 中間再塗這個003 就很好看 然後我的眼線呢 我就是 前面是畫內眼線 然後到眼珠 眼珠子 開始往上提 然後往後拉 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都不塗睫毛膏 我都是用睫毛定型 睫毛定型頁 我覺得這個最好用 現在我要和大家分享 怎麼貼睫毛 我是買夢露 我覺得它家很自然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很容易一夾就散 我們開始貼吧 把那個睫毛膠塗在這個蓋子上面 因為它這裡就很表明的 就是8、9、10 這眼頭會先用8的 現在可能還看不到 要確保貼到睫毛的根部 然後再用9 就比8再長 因為它是交叉的嘛 你貼的時候一定要這樣子 就會很自然 看不到嗎 那這一開始慢慢再貼 就我喜歡睫毛是這樣散開的 看 自然現在開始貼後面 好嘞 我踢完了 過後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妝容吧 開心 拜拜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